好 谢谢这个何明先生的点评 接下来就要聊到我们美国昨天晚上 这个可以说是年度的政治的首秀 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拜登总统和川普前总统的这一次辩论 那我们也知道这一次的辩论比以往来的更早一些 那么以往往往是在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已经确认了两党的候选人之后才举行辩论 这一次呢是以在CNN进行一个媒体辩论的形式来进行的 也有可能就是这一次大选正式前夕唯一的一次辩论了 因此啊对于两位候选人来说 整个的机会以及风险都十分大 那么看完这一场辩论之后啊 不知道小杨什么感受何明先生什么感受 那何明先生你先说 我今天打开美国的所有的这个网站啊 英文网站无论是纽约时报 还是这个华盛顿邮报还是华尔街日报 还是其他的几大电视网 甚至包括欧洲的这个网站 你都可以发现就是 办法的表现非常差 非常令人失望啊 民主党是金方失措 那么这个尤其是纽约时报啊 就是发表很多文章 推吧 推选吧 推选吧 其实这个推选不推选呢 如果你真的是了解点美国政治的话 这是半年以来或者一年以来大家不断地在议论的话题 但是不要认为这一次的表现很糟糕 就有了一次更换人选的必然性 虽然呢 昨天晚上民主党人在紧急打电话在讨论 但是呢 民主现在已经是一个什么问题 这就是根本的问题 你就想一想 昨天的这个竞选 你能够看到任何新型的力量吗 你能够看到美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 在领导这个世界也好 保护这个世界也好 能够有那种朝气吗 能够有那种力量吗 我看到 我几乎主要的这个媒体啊 我都看他们的这个事实核材 我这个发现事实核材啊 都是说 川普 杀放 拜登 杀放 吃牛 你说 哎 这样一个最高层次的总统的这个竞选啊 你们应该有基本的事实的掌握吧 你基本的事实都没有合适 就是上去这么胡说 那你说这个伟大的美国 最高的领导人都是这个样子 你们谁上去 你能够给你一个盗带上的标杆 你觉得给的一个力量的一个标杆 这个问题还不仅是发生在美国 英国 对吧 马上就会这个保守党大霸 对吧 工党这个上来 又怎么样呢 我跟英国的朋友讲 你以为跟党就会带来希望吗 对吧 OK 我们再说法国 法国马克能 有些中国人觉得 哎呀 马克能还不错 对吧 又有英俊 又年轻 而且还有国际观 跟美国还看法不一样 你觉得马克能现在陷入到什么羡慕啊 对吧 马上就变成一个没什么权力的一个总统了 能改变吗 你觉得吉尤帕上来会改变什么东西吗 那德国这个肖尔茨是 现在这个陷阱还想继续落下去 落下去它又能怎么样呢 对吧 你说日本现在这个民调已经百分之二十还是多少 对吧 这个有史以来创作的记录了 应该是第一也是第二 你看看加拿大 对吧 加拿大这个多老多 这个最近的这个 其他的他的这个反对党 这个 在一个地方选举中间呢 这个取代了这个胜利 对吧 一个地区 因为它也开始产生危机了 这个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一战以来 今天正好是凡尔萨签订多少周年啊 28号嘛 6月28号 70年 工业革命带来了市场经济 带来了法治 然后演化成了民主制度 演化成为了又基于民主制度 对人们的权力的保护 然后尽早去了不同的政党之间给人民的选择 但是现在的政党选择是什么 是两极化 而两极化不仅是孤立的 你们老是欧洲的朋友说 你们美国怎么怎么糟糕 我说你们好到哪里去啊 你告诉我 哪一个民主国家现在好到哪里去 那专制国家当然不好啦 你不能说古巴好 你不能说娱乐娱乐好 你更不可能说朝鲜好 对吧 但是 就是面临着民主的一个僵化的局面 一个老化的局面 现在没有动力去改变它 你以为很多人很亢奋 包括纽约时报一样的 现在好像找到幻影的机会 你觉得为什么 班农会上来 你觉得为什么川普会上来 你搞清楚这个东西了吗 对吧 这个纽约时报 你真正找到问题的政界所在吗 对吧 你看看喜来丽早上 写的什么推文啊 我还要投给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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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班农 对吧 他当然不可能投给这个 这个这个川普了 但是问题是你在这个时候要投给 班农就意味着他也成为了 认为班农下来的可能性比较低嘛 所以 这是一个民主的僵局 这是一个民主的僵局 发展中国家如果不从民主的僵局里面 得到一些教训和启发 还是那种浪漫的看待一个变革 那就是发展国家的灾难 而民主国家怎么从现有的这个框架里面走出来 这是根本原因 不是什么川普一个人的问题 也不是班农一个人的问题 是整个民主的老化僵化和面临一个 啊寻找新的动论语言的问题 这个东西不找到解决 谁当总统也没用 嗯好 谢谢和民先生的点评啊 这个问题啊很深入 今天稍后我们要为大家录制的这个 华尔街论坛的周末版啊 我们还在进行更加详细深入的讨论 想要有没有看到这一场辩论哪一些啊 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 嗯昨天9点我打开这个电脑 是准备是带着喝的吃的准备这个好好看一场 一场这个秀啊 但是很遗憾 大概看到十几分钟的时候呢 我就睡着了睡醒了之后呢 我就打算也不不打算看下去了 因为拜登这边呢 他讲的这个他的语言啊 或者是说他的发音啊 让我戴着耳机呢是非常的难受 所以一觉醒来我看到 嗯这个我的感觉啊 跟不少人的感觉是一样的 那呃这个尤其是伊隆马斯克啊 在他的这个X上发了一个推文说啊 这一次的辩论呢没有赢家 唯一的赢家呢是呃 这两位巴逊老人呢 给网络上贡献了非常多的梗 或者是网络迷因图 那么如果能够作为一个 关心中美的一个关系的 这个作为一个华语的观众来说 怎么去比较这一场辩论 就好比说这个辩论可能就相当于啊 这一场总统候选人的辩论相较于美国来说 就相当于中国的春晚相较于中国啊 都非常的难看 但是呢每次都会有 那具体到这两位巴逊老人啊 在网在这一次的辩论中谈论了什么 辩论是围绕着经济移民堕胎啊 这个俄国冲突以及对华政策展开 我看这一场辩论赛的其实报的唯一的目的呢 我只是想看一看呢 两位巴逊老人如何真如何显示啊 谁比谁对中国更狠但很遗憾 我在这一次的这个辩论中啊啊 似乎是没有看到 对于中国的话题的提及呢 并不是非常的多 那从侧面也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啊 其实无论谁在11月能够胜选 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呢 可能说两人呢真的是不分伯仲 那么拜登是强调啊 他的这个执政成就 以及在过去几年中的稳定性 而川普这一次他的口舌呢 相较于四年前来说啊 比较凌厉 他一直在攻击拜登的一个施政表现 那么刚才正如李奇所说 在这一场看起来非常糟 对于民主党人非常糟糕的辩论 结束之后啊 民主党内是有很多的声音要讨论 是不是要换掉拜登 那么其实啊在过去四年 如果是说你在美国生活 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穷人更穷 富人更富 这个问题啊怎么解决 那无论是未来川普可能胜选 或者是拜登可能胜选 他们这是他们要解决的 可能是最大最大的问题之一 但是在昨天的这个辩论之中啊 啊他们 呃怎么说这两位八熊老人吧 基本上 很少提及在未来会怎么做 只是啊 这个回顾过去的啊 如何维持了一个统治 或者是说啊如何做的好 或者是说攻击对方做的不好 这个呢 只能是说真的是一场美国的春晚 不看啊 不看还可以看了更闹心 嗯好 谢谢这个小杨的点评啊 的确 那么今天呢我也是特别注意到了 各大媒体对于这一场辩论的评论啊 那么几乎是一边倒的得出了一个结论 说这是一场史诗般的灾难啊 不仅仅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啊 一次辩论 甚至有位民主党的策略家说啊 说我几乎没有办法看完我几次关掉电视 因为这样的一场辩论不仅仅让我觉得恐慌恐惧 让我觉得生理上的疼痛啊 那么整次辩论之前呢 其实大家对于两位候选人都有所了解 因为不是第一次交手了 但是这一次啊 两位领导人的表现 特别是拜登总统 几乎是证实了外界对于他的所有的质疑批评 甚至是他的这个这个政治对手 对于他的恶意贬低啊 让大家觉得十分的不理解 有一些错误啊 简直是让人觉得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比如说在场啊 那么当时呢 是被问及了一个有关于妇女堕胎权的问题 按理说这是拜登的一个好机会 因为在这个堕胎权的这个事情上啊 民主党这一边的政策 是美国选民比较支持的 可以说有关于堕胎问题是民主党的一个政策强项 结果呢 拜登总统啊答非所问 突然讲到了一位妇女 被一个非法移民强奸的事情 直接就把整个问题的焦点 从堕胎 这样的一个对于民主党有利的问题 转到了非法移民 这样一个对于民主党十分不利的问题 那么几次啊 这个拜登总统呢 显得表情僵硬啊 没有办法听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 而他的对手啊 川普也是直接回击 说我根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也觉得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出现了这样让人觉得十分尴尬的一幕啊 那我们也特别看到 不管是这个拜登总统的好朋友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 还是我们中文朋友们比较熟悉的啊 这个祭司道先生 还是Isra Klein著名的纽约时报的播客节目的主持人 几乎所有人都以这样的一句话来为这一次辩论定调 就是该退出了啊 全党劝退 不仅仅是拜登总统身边的这一些他信任的盟友 民主党的策略师 包括一些自由派媒体的主持人 也都认为整一次辩论啊 是对于拜登极其不利的这样的一次啊情况 那么国际媒体对于整个辩论的评价 与美国媒体基本上也是一致的 那么今天我特别注意到啊 经济学人对于整场的辩论的评价 叫做horrendous 就是啊 让人触目惊心的糟糕的这样的一次情况啊 那么有关于这个拜登现在退选还来不来得及 历史上有没有先例呢 我们也简单为大家进行一个回顾啊 的确是有先例的 最近的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是在1968年 当时啊 美国社会对于越战的抗议啊 是不断的升级 时任的总统约翰逊呢 在一次椭圆办公室的讲话中 是宣布 我不再寻求也不会接受民主党 提名我为总统候选人 但是约翰逊当时发表这个声明 是什么时候呢 是三月的时候 那我们一看 现在这个日期啊 已经是将近七月了到六月底了 所以啊啊 这个已经是非常晚了 另外我们也特别注意到 拜登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党内提名代表 如果现在拜登决定退出 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在八月啊 在俄亥俄州的这样的一次啊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一次大会 那么如果拜登宣布退出 那么当时呢 可以有啊 无承诺的选举代表 选择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啊候选人 那么现在呼声比较高的呢 一位是加州的州长啊 纽森 另外一位呢 是密歇根州的这一位州长啊 这个啊 这个啊 叫做惠特曼女士啊 格雷琴惠特曼女士 当然了 也有人提及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但是普遍认为啊哈里斯的争议 比之前提到的这两位要比较大 那么在整个的民主党的选举格局中呢 也处于比较弱势这样一个地位 如果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开完了之后 拜登再宣布退选 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这就让美国的政治会进入到 到了一个我们叫做没有人去过的 这样的一个深水区啊 那么届时呢 民主党的党主席 现在是杰米哈里森 就需要和民主党的州长和国会议员 进行商议啊 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举动 所以整个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 那我今天也特别注意到 有这个小道消息 说在今天呢 有两个重要的人物 一个是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 还有一个是拜登最信任的前幕僚长克莱恩 要坐下来和拜登好好谈一谈这个问题了 但是呢 也有人是非常坚持 拜登一定要继续选下去 是谁呢 就是拜登总统的太太啊 吉尔拜登女士 现在呢是非常希望拜登继续坚持选下去 而同时啊 现在的副总统哈里斯 表达了他的气愤和不满 为什么呢 因为在拜登出现了这样的竞选选举表现之后 民主党内重要的捐献者和民主党内的策略是 普遍把目光聚焦在的是纽森和惠特曼身上 而不认为哈里斯应该获得进一步选举的资格 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拜登的竞选已经筹集了超过3.4亿美元的资金 如果换任何一位候选人都要重头再来 那么现在这个情势啊 已经是十分的胶着了 我也特别注意到 我们很熟悉的啊 报道中国事务而获得普利策奖 同时也是之前撰写的一本 有关于拜登总统传记的啊 这个这个我们叫做欧一文先生啊 今天在接受今天采访的时候讲到了 说这个拜登总统有一个特点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 明明是处在不利地位 但是可以扭转乾坤的人 他认为这是他的一个独特的优势 不管是在之前2016年 2020年这次选举中 当时大家都不看好他 结果他最后扭转乾坤胜利了 还是在之前几次的 这个民主党的这个议员的选举中 拜登认为他就是在最后一个可以扭转局势 所以这一次竞选的失败啊 反而可能更加深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信念 就是他只要继续坚持下去 就可能会扭转乾坤 尽管他最开始表现的不利 那么这也让拜登总统本人退选的可能性啊 显得更加的渺茫 那我们也知道现在的决定权 其实呢不是在别人手里 而是在拜登总统自己这里 如果他自己决定一定要选下去 他已经获得了参选权的这样一个多数票啊 那么民主党就必须要跟着拜登走到底 那么如果拜登总统自己回心转意呢 当然民主党要面临一系列的啊 这个问题危机以及前所未有的情况 但是也为民主党内推选出另外一位候选人打开了一片天地啊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 我们也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 你认为民主党换人的几率有没有啊 在这样的一次事件之后 是不是对于美国的盟友啊 接下来是对于美国的政策本身 特别是与拜登总统期间啊 与盟友达成的一系列 不管是四国联盟也好 还是三国联盟也好 还是针对中国啊 这样的一个芯片啊 制裁联盟也好 产生更大的松动和不安啊 嗯 这个首先我们讲 这个美国的对外的这个战略啊 在拜登时期啊 跟川普是不一样啊 川普是一帮大帮啊 把他认为看不过的一共把他打散 推出各种机制 包括气候协议都推出来了 还有包括这个伊朗的核谈判也推出来了 其他组织他也威胁推出 所以这些小兄弟们呢 确实是比较恐慌 他们对拜登总统抱有的期望啊 或者信心啊 是要超过这个川普 这是一般的民调显示出来 但是川普 而拜登所建立的这种联盟的巩固的程度啊 其实是大大不如冷战时候 原因很简单 原因是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呢 表面上还有国家意识 有所谓的保守主义的趋向 但实际上全球化是谁都挡不住啊 所以所有的国家都是在艰难的想保住自己的利益 而去避免均遇到全球化的过程中间 其实这通通都是出现梦想 包括这些小兄弟其实也一样的 无论是韩国的尹西越 还是这个日本的暗流文行 还有这个欧洲的这些小兄弟 其实都是知道 如果是跟美国完全绑在一起 美国能够满足你的这种经济和全球化的需求 那没问题 但是问题是 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去满足每一个国家的这么强大的需求 所以这些国家一方面 希望跟美国绑在一起啊 有一个安全上的感觉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 又觉得呢 这不安全 因为我还不仅是不安全的问题 我需要追求市场 所以包括日本 你看到的是这个暗流文行 这么傻傻的 但是实际上 这个日本的很多的地方政府啊 跟中国是交往非常密切 而在韩国呢 这个他们的商界也是跟中国有紧密的合作关系 包括菲律宾也是这样 更不用说这个欧洲了 所以美国面临着一个呢 对华政策方面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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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重新的一个大的改变 有两种方向 一种方向就是呢 引爆中国 也把中国拿入到了美国能够控制的体系里面 美国的驾驶体系里面 第二种方式就是把中国往死里打 就是更狠 更厉害 不管牺牲我的利益也好 我先要把你中国给打 掐下来 所以这个未来的这个世界的这个震荡的局面啊 尤其是我们介入在这个 身在美国同时 我们也对中国的情况有一点了解 那确实是大家的新闻是有在看的 那再回过来讲啊 我觉得这个李吉博士是非常了解 美国的现在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状况啊 民主党现在确实会马上面临着一个立即撕裂的危险 这个撕裂的危险就是呢 有三派啊 一派呢 就是 贺锦丽他认为是 当然的 天然的 一个取代 这个班农的一个人选 但是无论是党内和党外 并不看好他 但是他这个 爆破性的一个力量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取代这个班农 除了贺锦丽以外 除了纽森以外 除了这个 这个密西根以外 还有这个宾州的州长 比如说这个还有交通部部长 或者说我们还是不知道的哪一个角流民的哪个人物 人是有的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点 无论换不换人 美国的这个政治框架 进入了一个民主的老化阶段 需要更新的力量去驱动它 不是个年轻人的问题 你说法国哪一个30岁的年轻人 20岁的年轻人又怎么样呢 能够改变这个框架吗 我觉得年龄当然老化是肯定是不行的 实在是跟这个国家正在与此 一个巨大的转型阶段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面临一个巨大的转型阶段 体力肯定是不支 何况是美国总统 但是光只是年轻还不是原因 根本的原因是 需要对这个体制本身有新的认知 好谢谢这个和平先生点评 那么节目正在进行中 也有一条突发消息 仍然是对于川普总统的好消息 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 在涉及到1月6号国会大厦叛乱的定罪问题中 是选择反对司法部 而是站在了这一些参与1月6号国会大厦 这个叛乱的被告这一方认为呢 之前这个2002年我们就叫做安然法律 就是针对安然公司破产的一项法律不适用 或者叫做限制这一项法律的适用范围 这项法律是什么呢 这项法律大致就是把妨碍进行官方的程序定为犯罪 那我们也知道1月6号的这一些 这个去国会大厦参与叛乱的人呢 如果他们呢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安然法律 适用的一个情况下很有可能会被定罪 这也直接涉及到川普总统本人的案件 目前呢受到这样的一个判决的影响的可能有数百起诉讼 当然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有关于前总统川普涉及的刑事案件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呢也是对于川普的一个好消息 那么呢也让很多现在对于美国大选关心的人 更增加了几分不确定性 那么有关于这个老王到底是什么 当时美国的这个法院是怎样通过这样一部法律 获得了啊这个这样这个安然公司所持有的大量的文件 那我们今天呢在六度解析栏目中 再为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 有关于美国时政 我们今天暂时为大家讲到这里啊 接下来要讲到的是中国政坛以及 你 你